抓完所有被告的罪行以後呢 你可以發現說你看每個法官他寫那個罪的時候 都用各種奇妙覺得很厲害的寫法 對然後非常的 這是我已經整理過就是說 在整理前總共有881種寫法 然後經過我數天的努力已經努力的縮減到 剩下一百三十種啊 覺得很厲害啊 好就這樣 等一下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project本來的目標是什麼 這project目標嗎 這個project目標就是把 其實就是因為有很多東西比如說像是 比如說像是圖例最好的 Ctrl F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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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36 總共有36個圖例最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比如說 剛剛那個寫的比較長 這就寫比較短 然後再下一個 這在下面 這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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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它就 又多了一個什麼 主管監督 就是每個寫法會有 奇妙的不太一樣 對那 這個東西其實它指的都是同一個罪 但是它因為寫法不一樣就 產生了多樣的結果 那 因為它是同一種罪 然後因此呢 我的做法就是說 把不同的罪呢 整理成一個就是圖例罪這樣子 對這就是我從八百八十一種到一百三十種的 的目標 對最終目標應該是 應該會小於一百啊 對目前已經快要整理完了 我相信應該超過七十趴了 對 所以是要找出大法官事件 到底就是喊代了哪些罪 呃不不不 我這個做的就是 這是判決書 這是判決書 找出判決書裡面 好 我重新介紹一下我的專案是 貪污判決 對對對 貪污判決查詢網站啊 那我 這 這些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 我從判決書上被告 判決書上被告抓下來的 他們被告被宣判的 的 罪的 罪名 呃 它犯什麼罪這樣子 主文裡面它犯什麼罪 它怎麼寫這樣 問個問題 是 如果訴罪併法的話它要怎麼辦 訴罪併法的話 目前我先抓它 它寫第一個 它寫的第一個 它寫的第一個 對 那有些訴罪併法它會寫 比如說 我找一下 我一直找不到 算了 好 訴罪併法的話它有些如果說 它是同一個罪它犯了很多次 它就會 它有 有些法官就會直接寫說 比如說像這個的話 交付賄賂罪 然後 共 共五罪 會用這種方式寫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它如果是不同罪的話 它 它寫完以後呢 它會寫說 因執行 比如說 因執行 應該要執行 因執行 要關十年的話 因執行 遊行徒行十年 它就會在最後的刑期寫出來 對 會這樣子寫 對 那這邊是整理罪名 就是它觸犯哪個法條 這樣子 對 大概是做這個事情 就是要從法院判決去查卡件看 是 好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沒有的話我們就下一位吧 好 好 我這邊 照一下